偷吃劈腿五哥漏线征兆? 必搜!秘密最常藏在这两处。 香港女星郑秀文与老公许志安于2013年结婚,今16日却爆出许志安偷吃劈腿影片。知名演员、明楚、议员立委外遇偷吃闹上媒体版面时有所闻。 除了可能会狡辩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,只是做对嘴的动作,不喜欢的就不是男人等,甚至还有人完全不加以解释,只留下破碎的家庭和心碎的女主人。 其实,这些外遇很可能有迹可循,日本两性专家指出五大外遇征兆,帮助及早发现丈夫出轨,掌握主动权,早一刻准备因应办法,将伤害降到最低。 提前发现这些外遇征兆,帮助掌握主动权。 经营会员数破万的婚姻。 两性社群网站,曾被日媒多次采访的日本两性专家三松真由美表示,其实丈夫出轨是有迹可循的,及早发现,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相当重要。 三松真由美表示,不管事后希望如何处置,收集对方透露出的种种讯息,可以帮助我们掌控情势,帮助将伤害降到最低。 使用手机习惯改变。 如果有以下情况务必多加留意。 如果有以下情况务必多加留意。 手机习惯改变。 手机所获密码不让你知道。 手机所获密码不让你知道。 手机的时间变长。 使用手机的时间变长。 有消除对话记录的习惯。 手机的时间变长。 听到讯息来反应超快,易于寻常。 贴图突然变多。 贴图突然变多。 不给小朋友碰手机。 三松真有美建议。 可以冷不防问对方一句。 为什么最近手机突然上锁啦?等等。 在观察对方反应是否有不寻常之处。 服装。 随身物品变化。 三松真有美。 通常要和在意的人约会,改变身上行头是很常见的。 而且不单是穿在外面的,如果平常没有更换内衣裤习惯的人。 突然买了新的内衣裤,更是最高警戒,因为这可能表示对方认为内衣裤有被看见的可能性。 。 再来就是突然开始在意自己的口臭,提臭问题,并且开始使用出臭用品,这可能意味着有和别人接近的机会。 行为怪异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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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除了工作上的移动,或是转换跑道等,面对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,经常以工作忙碌为由天天往外跑的丈夫。 。 一定要多加留心,不可置之不理,因为这可能是因为待在外面比较快乐。 。 三松蒸油美也提供了简单的方法帮助试探,例如对方假如在假日也说要加班。 。 可以漫不经心地问问看对方今天有多少人去公司啊?假日要怎么进公司啊?天气有点热,假日公司也能开空调吗? 。 等问题,如果对方反应怪异,甚至支支吾吾,回答不出来,就要多加小心了。 。 。 自用车也是隐藏秘密的地方。 。 。 自家用车也算是一间房间,有许多秘密都会被隐藏在这里,尤其是家中只有男主人使用汽车的场合,很可能车上会放置一些不能放在家中的秘密物品。 。 三松真有美建议可以用定期打扫的明目打开车内的储物区,或是检查座位底下等处,也许会有所斩获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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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例如信用卡、签单、收据等能够查出消费物品,使用旅馆的记录等,都是有利证据。 态度变化 夫妻间对话减少,变冷淡等,可能表示不想和另一半说话,这也相当可疑,例如常常出现是我,不要,随便等简略的回答就要多加小心 而且不是只有变冷淡有问题,如果突然丈夫话变多,变温柔,变开朗,嘘寒问暖,也可能是出轨后的补偿心态,务必要特别注意 最后三松真由美也提醒,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让对方察觉自己已经起了疑心,不管是确有歧视或者只是误会,让对方看见自己气急败坏的模样,都不利于日后的夫妻相处 忠了吗?这种男人更要多加注意 日本夫妻关系专家刚也、赞义、刚也敦子,也表示,容易陷入其他女性诱惑的男性可能有以下三种特征 对每个女性都相当好,相当温柔 虽然能认真倾听女性的烦恼,并摆出和你一起面对的态度,但仔细想想,她所做的都对现实面没有任何帮助 花言巧语,措辞浮夸,经常使用一般人修与其耻的用词来称赞你,或是许下若有来世,我们,等虚无缥缈的誓言 刚也敦子强调,特别是第三项,不少女性对这样的方式毫无招架之力,更扩大了丈夫出轨的可能,务必多加留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